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佛福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這次和大家介紹的療劑 是叫做Tubaculinum 中文叫做結合素 這個療劑是由一個臨終肺腦病人的痰裡 抽出來製作成的 但大家不用怕 因為我們同類療法是將物質要經過很多次的稀釋 例如五萬分之一、五萬分之一、五萬分之一、一百分之一、一百分之一、一百分之一的稀釋 其實所有的療劑 無論它的來源是甚麼地方、甚麼物質都好 其實最終經過它的療法制藥過程 其實已經將物質稀釋到沒有任何物質的成份 所以你不用怕 我這個療劑的結合素 這個療劑是肺腦病病人的痰裡做出來的 會不會感染你? 其實是不會的 這個療劑 適合的人通常都是我們稱為肺腦型的體質 人比較黏瘦 患瘦會比較低 胸腑的設計運氣 胸癌比較低 肌肉也是比較低 肌肉還是鬆軟 很多時候對於天氣的轉變是很容易受到它的影響 病了之後 它那個肯復能力也會變得比較慢 所謂是我們稱為典型的肺腦型 肺腦型的體質 在臨床上,我們應用的尿劑都很廣泛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在呼吸系統 例如哮喘、咳、不停重複性的傷風 或是肢器管肺炎等問題 喉嚨痛、肺炎 當然是肺炎本身的問題 除此之外,這個療劑很多時候可以應用 審問仔的療床 女性的乳癌比較少用 但過去臨床上都有治療的經歷 還有肚射和驚痛 當然不可缺合就是夜馬克的導汗 這是很典型的 有些審問仔可能很容易賴床、賴尿 亦都發現癢癢瘦的體型 還有很容易晚上出汗 這種情況之下,我就可以應用這個療劑 通常結合素的病人 通常有一種很容易傷風的傾向 而且一傷風的時候 很快就會直接入肺的胸 所以這個療劑很多時候跟輪的療劑很接近 一輪是用於一些傷風直入肺 導致肺炎等 通常是一個輪療劑的正形 這個肺結合、下結合素 亦都很多時候是用於這一方面 這個療劑亦都是幫助一些小朋友 過度會約的小朋友 這些小朋友好像有兩種性格 兩面的性格 在一方面是很乖、很甜蜜 即是很乖、很得人、很可愛 但另一方面 這些小朋友可能是很固執 很容易爭吵、很破壞性很強 很多時候會大發脾氣、扔東西、破爛東西 應用療劑的關鍵症狀是包括 他們很喜歡喝一些冷的鮮奶 他們容易瘦 當然可能因為肺炎的問題 他們容易消瘦 雖然食量都可以 但始終不容易增綁 而是很容易使用療劑 其中一個精神狀態的症狀 結合型的人基本上他們是很不安 多動而不安 而且他們是很浪漫契黑的 而且深層間的眼睛是有一種未滿足的感覺 他們很喜歡去到處旅行 去尋找新鮮的事物 在我們應用療劑 還有一個療劑我們叫做Baslinum Baslinum其實也是肺爐病菌製造出來的療劑 這兩方面都相似相似的 Tubaculinum結合素 和Baslinum結合病質 病質藥 其實兩方面都相似 我們兩者之間怎樣應用呢 我們通常Baslinum 比較急性用多些 例如我遇到閃盆癮 經常性傷風、感冒、發燒 例如Tubaculinum 我們很多時候會用Baslinum 這個療劑是將它解除它的傾向性 而Tubaculinum 這個結合素 這個療劑是比較深層的 通常你會發現 在家族病史裡面 有家族成員有肺爐 曾經肺爐是比較常見的病 所以有時候 你不難在一個病人家族的歷史上 你會發現 其實有人曾經肺爐 或者死是肺爐的 如果你遇到這個資料 這個療劑的應用 這個療劑的機會就更加大 除了這些有明顯的病理性之外 我們很多時候 都用一些病人的整體方面的性格 行為去應用 其中一個就是用一些行為出問題的 通常這些問題 很多時候因為不乖 破壞、搗彈 被學校踢出來 通常這些小朋友 如果亦都加上 經常會有傷風感冒 經常都病 你可以考慮Tubaculinum 這個療劑 這些活躍的小朋友 通常他們的感覺是很悶的 很多事情令到他們很悶 他經常要尋求新鮮的東西 他肯定是內心裏 覺得很多事情是做不到 滿足不到 有些事情是覺得很空虛感的 所以這些小朋友 很多時候會去東搞西搞 因為他裡面的人覺得太空虛感 好像很容易悶 這個療劑也是一種任性的療劑 小朋友經常發怒 很多惡意 有些毀壞性的行為 搗彈 將周遭的環境破壞 有時候你帶小朋友去一個派對 小朋友的餐館派對 你會發現他們會搗彈 將周遭的東西破壞 搞到那些人很不受歡迎 叫他們離場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這些是一種多動疑 不安 經常都是怕脾氣 破壞東西 這種情況 可以形容在這些行為上問題 這個療劑 當然他們很多時候在學習方面 都是讀書一般的 他不是不聰明 其實他們的智慧很好 很聰明 但他的眼睛是坐不定 集中不到 所以成績就很差了 好了 這些人在大國的時候 都有這種性格的行為 他們是一個基本上 非常浪漫太黑的人 經常追求很多東西 自己心目中的 他認為是Romantic的東西 有很多嚮往 去尋找新的東西 因為總是覺得 人是不滿足 內心是很空虛 所以他會經常轉工 看到一件事就很熱心地去做好做 但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覺得好像不行了 還未夠了 他就會放棄了 又去轉另一件事 他會尋找新的事物 讓他滿足內心的需要 又會轉做其他東西 他會尋找新的事物 來滿足內心的需要 或者他覺得他的生命有某種任務 或者可能是社會上的任務他要完成 所以Tabicolinum的人很多時候 我們有一種形容他 就好像那個羊竹是兩頭燒 他們會過度消耗自己 然後身體就出現問題 或者甚至乎精神上出現問題 可能是最後進入精神病院 他們通常很害怕時間不夠 浪費他的生命、浪費生命 不斷做一些他認為有意義的事 是臨手之前認為很有意義的事 Tabicolinum這種形容的人 基本上不太喜歡貓、貓、狗、狗、狗 還有很多時候可能對貓有敏感 以前我們治療肺爐的人 通常在他們療養院 在山上之中曬太陽、喝多些牛奶 或者吃些營養的食物 在松林山高 所以Tabicolinum的人 他自己感覺上喜歡在山上 在松樹林那裡 那種空氣、那種氣氛 他是覺得舒服的 他就不太喜歡去海洋那方面 吃一方面 他們除了喜歡喝奶 尤其是冰凍奶 喜歡吃肥膩的食物 腌肉、bacon等 他喜歡吃那些可能香料多的 不同的 我們叫做exotic food 喜歡刺身的食物 食物方面喜歡多元化 喜歡吃甜食 喜歡吃朱古力 例如吃膽飯 不可以的 他一定要加些食物 在小朋友的症狀裡 他們有時候會出現磨牙 敏感 沈粉仔有時候會有皮膚的 我們稱為鮮 Ringworm 圓鮮 這種症型 那種療劑 其實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自己有親身經驗 因為我自己家裡也是 我記得我家裡的爸爸那方面 有一個兄弟曾經有肺腦 他有沒有過世 我不太記得 總之我家族上都有這個症狀 我也是這種人 很不安於那個現狀 很喜歡去旅行 我去很多不同的大學 好幾間大學讀書 也都是不斷地尋求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記得我讀書 在讀動療化的時候 我認識了這個療劑 這個都很多年前 80年代的時候 八年年開始學 我就接觸了這個療劑 我發現這個都幾次我自己 於是我就吃它 就是吃一劑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病 我又不是覺得是容易 容易有呼吸系統問題 我也都沒有這些 身體上的 沒有什麼這種病的病 但我性格都很相似 於是我就吃了一劑 我覺得可能是一劑 像二八師一樣 我發覺我的身體的精神 那個體力和精神 是增加到很多的 譬如我平常當時 可能到晚上八點、九點 有人開始覺得要休息 減低活動 慢慢進行休息 但我吃了一劑 這個療法之後 我的體能 我的精神狀態 可以提升到 我到晚上十點、十一點 都不多累 而很有趣 這個感覺是維持了很多意願 一劑就是療劑 所以我自己身體的體質很重 所以療劑的效果很驚人 希望大家在多方面學到療劑 是學以致用 是可以能夠 用痛的療法劑 做不同的奇蹟 幫助人 好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了這個 Tabaculinum 結合素的療劑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 痛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約?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沙甸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